来看到这几天天气变冷了 而中央气象局在今天早上10点40分表示 10点20分的时候玉山观测站终于是涨下了入冬第一场雪 已经创1953年入冬以来初雪日最晚的记录 而到下午3点40分为止 积雪已经达到2.6公分 画面上看到玉山开始飘雪历 虽然已经为山头添上了点点白色 但是雪历并非是下雪的现象 气象局表示说只要再冷一点点就渴望下出雪 不料就在5分钟左右就开始降下了真正的雪 随着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 加上今天水气是充足的 终于等到了入冬第一场雪 而气象局预估明天晚上到礼拜三的清晨 北台湾低温会下碳9度左右 如果水气配合这两天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降雪的可能性